第22題 根據柄紙袋上面所打的點 10公分內共有11個點 可知當時滑車的前半段時距 和後半段時距的平均速度大小 分別為每秒多少公分 那麼第一個呢 他的10公分內有11個點就表示呢 他有10個間隔 而他要問我的是前半段時距 時間上是一樣的 前半段有一個時間 後半段把時間拆成兩半 所以呢就是各5個間隔的意思 那麼這個題目呢是20赫茲 所以一個間隔是1分20秒 他要5個間隔 所以就是5分20 也就是1分4秒 那麼我們在前半段的要走5個間隔 就是1 2 3 4 5 他走到了12.5公分的地方 所以他花了1分4秒 走了2.5公分 所以這樣算出來呢 他是每秒10公分 接下來的5個間隔 1 2 3 4 5 他走到了10 從2.5走到10 所以他走了7.5 所以他又花了1分4秒 走了7.5 這樣算出來是30 所以前半段時距的平均速度的大小呢 是10 後半段的平均速度大小是30 平均速度就是花用多少位移去除以我們所花的時間 就像我們現在做的一樣 所以呢答案是10跟30 所以第二十二題問我們說 前半段時距和後半段時距的平均速度大小分別為多少 我們答案呢選的是C 前半段是10 後半段是30 10跟30 開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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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